搞定了 是个什么数字 石头剪刀布输了 石头剪刀布输了 他们相当于他们多一件 那你们天然少一个 是啊 本来肯定会少一个 一定会有人少 那就得在质量上拿回来了 对 你看 他们都是清楚 赶紧发邮件 发完邮件的时候 他们应该会让你去约了 好 先说一下今天的感受 你觉得今天 就聊下来 你有啥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这是 我们团队完全没有协度 每个人都有强输出的 对 能力或者说潜质 那个地方 到底是160还是80 我觉得得顶高一点 但关键你不知道 他生产线产能 他机数也太小 按理说你得给百分之百 因为如果说他原来 比如说你懂我意思吗 我理解他不是 产能释放了 他不可能 不 不不不 等会他 原来是一条产线 我是明显能够感受到 强烈的混乱和 没有组织的 对 这就是我说的 就是即便小雪冲在最前面 剩下三个人是不服的 对 对 我们团队之间确实 因为我们刚组队 再加上其实大家都是 比较适应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然后难免会有一些 有时候观点上面的 可能就需要协调 这个我也有感觉 所以其实我也比较好奇 就是今天您就是对我在下午的一个表现的一个评价吧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下午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四个人有点比较跳脱 各自会讲各自的 没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和打法 我是觉得沟通的时候 有观点很重要 但同时要注意就是植入这个观点的方式方法 怎么样 我那个PPT开始 我们先开个短会吧 好 无论是分工还是啥的 我觉得我们之后配合得好一点 对 有道理 这今天比起无论是之前咱们自己的组还是说对面的组 其实差的点都在于我们没有配合 没有逻辑联系 我先说我觉得我自己昨天很大很大的问题是 就我有点强迫症 所以说我昨天卡在画产品那块就卡了两个小时 那也没有产出什么东西 然后所以这个肯定是我昨天浪费了一些时间 我觉得就是昨天 就刚刚说的 第一个是配合方面 就是每一个人交叉的并不是很多 比如说前后的对DCF 我们到今天12点多钟的时候还在调这个 对吧 这个问题 我觉得时间压太往后了 所以导致我们既没有PVT又没有录制 是 时间点人无重视一个大背景 还有这种情况下的确 后来也是我自己陷到我那个行员的那个纠结的 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就可以解决很多很多 第二 在做的过程中 时不时对一对 不断纠错 OK 那我们就还是先分工吧 对 那你先大概对着谷子哥的那个 昨天也有那个框架调一个编程出来吧 好 好 我这边整理时间 你搞时间 然后我先准理手头有的行员的一些素材 然后固定你把框架调一样 那我开始打了 你们可以 加油 找你 上知乎 搜燃闪发光的你 和知乎打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 GAP职场秘籍 喂 你好 喂 你好 请问是余总吗 对 你好 你好 我这边是那个华太针券的小黄 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明天我们原店是有一个路远的项目 您大概什么时候方便呢 我明天安排的时间比较满 就只有中午的这个午餐的时间可以见一面 我们约一个餐厅吧 那一会儿我把地址送给你们 好的好的 没问题 您好 请问是B基金的蒋总吗 您好 请问一下是P集团的丁总吗 您好 龚总 明天呢我们就有一个路远项目 想请问一下您这边大概什么时候方便 明天下午两点半左右吧 我这边可能两点钟以后应该还可以 好的 好了 丁总咱们就是五点之后见吗 可以 好的 好了 谢谢 这个时间表对投行来说是常态 常态时间表 一天霸场 在约了吗 发什么呢 分组发就是联系方式给我们的 约吧 你们三个人赶紧约一个呗 那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我打了 那我打基金吧 其实他们应该就是像小黄一样 就一个人约是比较多 容易排时间的分头约还得协调 对 喂 您好 喂 您好 请问是这一基金的朱总吗 您好 梁总 您好 我是华泰证券的何白亮阁 跟您约一下 就是关于上次谈到的那个 闪光科技的路远 您看您明天什么时候会方便吗 那我们就先跟您再约 比如说两点到两点半 或两点到三点这个时间 您看这样可以吗 可以 好呀 明天下午两点半可以吗 好的 是我来那个华泰这边是吧 您方便吗 可以的 明天下午两点 好的 谢谢梁总 两个两点一个两点半是吗 他们是自己来华泰吗 还是我们过去 我感觉应该是我们要出去的 因为他说如果能剩下见面是最好的 我这边没有肢体沟通 我可以再问一下 要确认一下地点 我确认一下地点 比如说你们俩看能不能协调一个到三点 这样的话其实你们能错开 不然你三组同时进行 你人批不开 只能去一个人了 你十个亿的肯定得一对一 你十个亿的肯定得一对一 你十个亿的两点是确定的 你十个亿的两点是确定的 就算地点是未知 我们现在这一家先不去想他的心思 他电话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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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电话 石总您好 石总您好 是这样 就是我们刚刚跟几位同事也协调了一下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跟几位同事也协调了一下 因为刚刚听说您下午工作可能会比较繁忙 您看这样行不行 如果我们中午就是 就是给您以一个这个露宴午餐会的形式 我们简单请您吃个便饭 那过程中我们跟你聊聊这个公司 您看会不会就是更临火一些 这样也不会在乌龄下午工作 那什么时间呢 比如12点您方便吗 那可能也不一定合适 因为我们中午有可能不一定能赶得上 这样的或者就1点钟吧 我们这个面好不好 1点可以 那我们在什么地方 这个碰面会比较方便一些 比如说在华泰或者是在什么地方 那也可以 那就暂定1点钟吧 行 老父亲的微笑又出现了 好 明天下午1点 如果您到了华泰 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来接您 好 好 明天见 谢谢您 那我可以他的时间调开了 因为目前的人员配置 实际上这三组是能错开的 对 明天有三个下午2点半的 三个下午2点半 对 我现在想看有没有办法沟通一下 尽量避免 哪三家 都是不晓得 你好 那个丁总 不好意思 我刚才是在开会啊 就没有收到您的这个电话 非常不好意思 就是说2点30 确实是没有时间安排了 那请问一下 您就上午11点30左右可以吗 我只能月下午2点半的 因为我上午他有别有别的会 好 不好意思 谢谢理解理解 我们这边理解的 谢谢 好 谢谢丁总 好 拜拜 好 谢谢 喂 您好 龚总 不好意思 我是华泰证券小黄 刚才收到您短信了 您说您想改到下午的2点30对吗 对 这中了三个 这挑不了 都被人调味 有一个我不好调 BGG 另外两个是主动给我改到2点半的 然后我问他们有没有其他时间空 他们都没有 位置都不一样 2点半三个都在滑台 那直接一起呗 是的 那就一起 这场压力大了 三加一起 这个不可以吧 不太合适 就是他们其实缺乏一个确认的过程 因为一般比较知名的投资人 是比较忌讳这种一对多的路演 是 而且比如说一些大的基金 他问的一些问题 其实是他的策略 所以他其实不愿让其他的基金知道 按这个分的话 我们一二H基金和外基金 是不是就要两组去了 肯定要分 你来不及跑的 那我们现在确定一下明天两组的分组 因为我要分联系人 行 我把这个发群里 分组刚刚跟唐总其实也聊一下 四个人分两组 两组里面需要必须有的 一个能打破冷场 一个能圆 我现在有两个想法 就是我跟猪哥一起 就是跟交流的能力沟通能力 会比较快速热场 好的 但我个人的担心是我和昆尿 我觉得昆尿是容易冷场的 然后我的容易冷场 可能性仅次于他 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是觉得你们俩可能会给别人比较 贵的感觉 就可能不够热 人家是rapper人家咋不热 就是你们就是不够说那种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 没关系 我明天可以可爱一点 我说就是直外话 我为什么觉得 我跟你分到一起不行 因为我是pre能力强 但是我其实最需要的是一个 就是比如说这个问题 我答不上来 那个人能给一些比较 就是专业的一些东西能出来 其实这是我最需要的人 所以说我跟你搭在一起 比如他问了一个问题 我答不上来 我感觉你答上来的概率 也没有那么大 这我个人觉得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在你回答不上问题的时候 能回答上那个问题 那他大概率pre也比你好 你懂吧 就是pre这个东西 这倒不是你的烈士 不 不是这样 什么棒 求对面两个人的心理阴影面积吧 就比如说我不知道 美股佳琪是个什么情况 我需要有一个感觉 对这方面的背景比我好的人跟我一起 不然我这东西完全就是万一问到 这个我就 那你现在想着谁 想着诸葛一组是吗 我都可以 我觉得诸葛给我的那个安全感很足 你要吗 行 就是如果分就那样分 好 这团队内访 约好 两家是一样的 然后两家都是线下 但都在华台附近 中间隔多长时间 9点到11点 就9点到10点 10点到11点是吧 对 那我觉得你分成两组是最保险的 对 你们俩一个人带一组 我觉得就整体上你带着小潘 我带小潘 他和合伴能更默契一点 那如果这样我跟合伴 对 你看 这完全没有内吼 对 我先把猜物做了 好 好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逻辑是通的 你自己听一下 好 好 下午时你发了 那五个点后要总结一下 就是第一个点就是在那个MCU这个上面 MCU它主要是讲这个增长 因为第一个也会介绍一下 非常表现 非常表现 还有这个 我先跟你说一下 我现在的一个感觉 我们统一一下 怎么样 快到11点40了 如何 饿了可以来收一下 唐总YYDS 永远的深 干啥 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 那你吃 好 这就我想吃小龙虾 哦 蒜香的 再点个面 累吗 想吃东西吗 一会买了点东西吃 我也去买一点吧 没事 叫个外卖 我是不是可以买点串 想吃吗 想不想图图一下自己 我们明天还要汇报 没事 不买带算的 还有三页 刚把芯片和前面的部分做完 还有 A-DOS 和新的商业模式和未来的趋势 后面做完芯片A-DOS就简单一点 对 我说 你就是静音 静音是不用睡觉的 你跟师傅说英语 很重要 很重要 我一晚不睡 我一晚的话就能给你搞 我明天绝对不拉的房子 好 话分别 我也不拉 好 我要验证的一个逻辑就是说 你想把它往上发 就是你看这个行业天花板在哪 你跟它差距也说是 威猛 对 汽车智能化的进步很快 然后智能智能化 汽车智能化会导致同样的车 同样一台车 它都会 既然你的市场站位大了以后 目前中国车的车辆MC 一样的都是 真的希望他们自己隔着屏幕看的时候 能看到平时自己看不到身上的那点地方 会的 会的 接下来是六个核桃脑力时刻 脑力全开 好脑力自然 无惧至上压力 这一次课题考核当中 究竟张建祖获得的金额多 还是 唐组获得的金额多 现在下面那部分的 他们的金额是多了吧 对 他们多 多三个亿呢 所以他们起点的优势高很多 高很多 对 来吧 这么拼吗 这么拼吗 这么坚定吗 嗯 一块呢 我这把 你这投了薛梦琪这一组 我一定投啊 我肯定投薛梦琪那组 他们不是有优势那组啊 他们是 他们现在的几点比那个好 投 投 我看看 我看看 风险是有的 所以我还是 我投六个 要就要全赢 投资就是最不能听你的对手 我投六个 你想好了 你不跟我站在一起啊 就是咱俩分散一下风险 咱俩不是一拨的吗 投吗 投吧投吧 我那这样吧 我 我在上面投十个 在下面投六个 因为我现在不需要绝对熟两了 我只要比你们多就行了 他特别讨厌 讨厌的 真的 你做的对 对吧 你做的对 对 真有钱 我投 五个 在小猪他们组 我最后的 我仅有的五个 我孤注一掷 好 我肯定投合班那组 我投五个 我投五个 好投资结束了 我们看看投资人表现怎么样 什么情况 真迟到吗 他没着地 这个已经黄了 在我看来这个事 一本上来 是 对 这边 小胖 你好 你好 好 你们这个找的时间有点长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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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轿提前 因为后面还约了 其他的交流 所以咱们就纵点问题给我通 好吧 好 因为只有不到四十分钟时间了 对 没有问题 老师总 这是你们做的材料 是吗 对的材料 多说一下关于这个 闪光科技公司 它富港IPO 这样一个发行定价的一个情况 能不能先问一下 现在估值你们是 大概在多少区间的 我们现在估值大概是在一百亿左右 好 那首先就是说 这家闪光科技公司 它主要是说 是做这个MCU芯片 和这个智能驾驶系统的 那么这个 事总 您可能就是说 对MCU和这个智能驾驶系统 不太了解 比如说这个ADAS系统 这个事您可能不太懂 我来说一下 因为它更多像是一个 危险的 我还是有些了解的 因为这个抓住它的重点 它重点做这个领域里面的哪一块 因为现在号称智能驾驶的 也很多 对吧 对 是这样的 就是公司现在的产品 其实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是这个MCU芯片 一类是这个智能驾驶系统 MCU芯片更多的 像是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一个上游 那么它其实是覆盖了 这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的 那么其实这就是我们认为 它公司运营的一个优势之一 那么从财务数据上讲 那个那个稍点稍点 因为智能驾驶 设计的方方面面的非常多 智能驾驶方面 它主要的算力是依靠自己的MCU吗 是的 就是说它现在的这个 还是有一些外购的 这个芯片 还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因为我们在看ADAS产品的时候呢 它是只给了我们ADAS整个产品的数据 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给到您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 这个你们再确认一下吧 好嘞 还有一个我关注一个点啊 就是说 往下游布局它的出发点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这个跟企业管理层充分地去交流这个事情 对 其实下游客户这一边的话 拿到在手的订单已经 已经超过20亿了 对 在2022年的这个在手订单 在手订单20亿是吧 已经超过20亿了 我们这个二二年预计 整体的收入规模和利润是多少 我们收入规模大概是20亿 那么我们净利润规模大概是1.6亿 你MCU现在毛利率大概在多少了 MCU大概在50%到60% 那这个成长并不高 那就是量放上来了 怎么能够雇出这么高的水平呢 其实 对吧 这是 在我看来这个100亿到130亿的这个估值 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谨慎的 对这个企业 我们今天也交流的时间 这个后面我还有约 我整体感觉 你们这个估值 这个定价 有没有可能和发行人再次沟通 否则我个人觉得这个定价是 超出我们的预期的 还有包括今年1.6亿利润的可实现性 这一块我也是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就是我们其实认为 它其实跟可比公司 我刚才提到的那些 它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优势的 尤其是它的收入的 和这个净利的增速 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财务数据非常健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继续投资以后想迅速减持 这个我们认为是个非常耗资 以及它公司所处的行业 景气度程度是非常高 我们认为其实上 我们取的这个PE倍 所以这些方面 你们也综合考虑一下 其实今天这个时间也 你们也是把我们的意见 也可以带给发行人 再慎重评估一下这个事 好 我们会尽快给您反馈了 行 谢谢 不好意思 这样有您时间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我发现你一旦投资完了以后 你的立场就特别鲜明 你现在是在盼着他们垮了 你知道吗 我没有这么盼着他们垮 我只是盼着那个赢 这个小黄上队是急了 因为本身迟到了 同样是开场白 这个领域您可能不太了解 我跟您说一下 和这个领域您肯定也都知道 但我还是说一下 其实不影响任何材料 没错 那不是 这是我们的材料 然后我是黄奈文贵的 小王 小王 好 我叫小何 您叫我小何就行了 小何 好 时间也比较有限 因为我十一点钟还有个安排 好 跟我们重点介绍介绍 这家公司的估值 我们比较关心它的估值 我们其实跟公司也做过 非常多人次的这样一个洽谈 目前初步跟公司谈下的一个估值 大概本次发现的估值区间 在一百到一百三十个区间 这个估值重点介绍 围绕这个估值 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 好吧 没有问题 我是个人觉得这个估值 出乎意料 是比较高的事 对吧 出乎意料 我们也理解您的一个顾虑 但是我们这个估值 我们也要考虑到 这个行业它未来会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前景 不管是这个MCU芯片 还是它这个具体的 Adus这个未来的趋势 都是非常好的 它其实现在也不仅仅想做MCU 它未来会自研去做这个SoC芯片 所以这一点可能 你们不用担心说 因为它去布局了智能驾驶 所以导致它芯片这块业务 就受到一些损失等等 你们这一轮是准备 什么样一个融资计划 这一轮大概是准备发20% 往下走了一步 那也就是说募资20个亿 其实他们也觉得到说 其实这个行情不好 但是公司也始终认为说 需要通过资本市场的助力 去帮助它后续这个外延市的发展 当然我们就是我们华太 作为这个中间的一个协调人 我们其实也在这个发行估值上面 跟他们做了非常多的这个协商 甚至说是斡旋 那我们觉得说 我们已经从过去的这样一个 相对更高的估值 把这个发行区间给压下来 大概到这样一个水平 我们认为说对于投资者而言 也是一个比较负责人的表现 我是想问一下 发行人有没有可能调剃这个估值 因为这个估值整体上感觉 还是偏高了 然后第二个我比较关心的就是 今年你们预测的 1.6个亿的可实现程度 这里面的水分有多大 有经验 我们也要对投资人负责的 对对对对吧 这个事我们其实 当时的一个发行人的考虑是 他们前置其实整个投后 已经到八十个亿往上了 第二个就在于说 其实整个市场 从港股市场而言 我们认为说 目前港股市场 其实我认为说是 至少是进入到一个二次探底 为了一到两年来看 其实是能够吃到这样一个 港股整个市场上面 往上走的这样一个红利的 第三个点就在于说 1.6个亿的净利润 这个我们其实也是 最开始我们其实也是比较惊讶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惊讶 其实做了一定的 这个核查和了解 相关的这个底稿明细 如果您这边有需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同步发送给您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对 王瑞的基本能力还是好的 您自己的一个考虑 就是针对我们刚刚 跟您传达的这些信息 您觉得怎样的一个区间 您可能 好问题 合办还是聪明 我们认为呢 可能在一个 六十到八十亿左右的 这样一个固执 就是相对我们能够接受 如果在这样一个固执区间里 我们可以投得更多一点 但是如果这么高的固执 我们可能可以看一看 但是我们不会重点去投资这个企业 因为我们要考虑投资和回报的 这样一个问题 明白 明白 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好 那谢谢师傅 好好好 谢谢 谢谢师傅 好 这半小时怎么讲 我都还凑着怎么 一切都不确定 你随机应变要灵活 太难了 你好 你好 平总你好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抱歉 没关系 刚刚路上稍微堵了一点 请不坐 这是我们名片 姓崇和崇广赫 这是我同事姓潘 小潘就行 然后我们是ECM的同事 然后这次先给您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好的 您路上挺堵的 对 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 然后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说您之前这个可能覆盖过的公司投过的一些方面或者是看行业的情况 有过什么经验吗 我头发都白了 你问我有没有经验 你先介绍一下这个公司的基本情况 我们这家公司还是蛮特别的 我们给的一个定义就是它是有一个全站自主研发能力的一个智能驾驶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 我们觉得这个公司将会成为一个国产替代的MCU的领跑者 我们觉得它未来的这个前景还是蛮看好的 基于此我们对整个行业公司未来包括跟公司管理层财务这边做了一些沟通 包括我们自己对行业的判断也好 我们做了一个DCF的估值的模型 现在我们给它的一个估值区间大概是在130亿到150亿之间 那它的估值中枢大概在140亿左右 为什么暴露得更高的这样是个策略吗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您看您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140个亿的估值 140个亿的估值 对 它是高暴了吧 对 故意的 你们有没有做过预测 未来三年吧 发行人的营收规模的增长 包括它的盈利能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存 这个DCF的模型我们大概做了一个基本的预测 结合跟公司的财务的预测 22年的水平大概可以到20个亿的营收 大概1.6个亿的净利 那22年之后呢 我们预计它的公司增长规模可能在年增速在40%到50%左右 所以整体来看 我们看整个公司 业绩还是一个比较强劲的速度在增长 这个 大家说实话 你们说的更多的 还是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的想法是 估值偏高 你们回去也可以跟发行人做一些沟通 能不能把这个估值水平一下 适当降一降 明白 明白 所以您这边给到的21亿是50亿 那大概您预期可能 对公司的价值判断可能在80个亿水平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我们这么来看吧 我们现在给的中枢是140亿 然后您这边可能觉得80亿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水平 那其实往中间靠一靠的话 可能110亿的水平 您看这个中间靠的这个估值您这边考虑一下 您看接收程度有多高呢 我觉得还是高了 嗯 还是高了 其实一定要 要给二级市场投资人 这个要一定的盈利的这个 一定的空间 明白明白 就是 定价固高 如果你站在我的角度 嗯 这个140亿的估值 你们愿意投吗 愿不愿意这时候到底是个愿意啊 都先愿意了再说呀 来微博关注闪闪发光的你 与实习生一起开启职场生活 每周五晚 微博线上闪光研究部 营业当中导师连麦分享投行实习趣事 开场先聊点闲边吧 哦 对 刚聊了一个小时下来对方也累了 没问题 我觉得它肯定还是对价格不满意 是 肯定是高的 嗯 二级市场对价格不满意 怎么 那如果定到这个区间内的话 你假设说100到130亿 您能给我们一个大概的范围吗 我们回去也好 跟发行人和同事们沟通 嗯 我们先研究一下吧 嗯 那好的 那我们下单可能是在 今天晚上吧 那可能在之前 我再跟您时刻保持联系 嗯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现在到这样 哎 非常非常感谢您时间 好 好好 非常感谢 好 谢谢您 好 好 那我们后续再联系 好 好 好 谢谢您 好 哈喽 屏总 屏总好 华泰政权什么事 您好 华泰政权朱光彦 我刚刚见了这个 我刚刚见了这个 对 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也是挺辛苦的 连着来两拨 好 一组也把这个 发现的一些情况 简要说了一些 对 所以重复的就不用多说了 明白明白 好的 没问题 那我们开始 好 这边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几个点 跟您讲一下 一个是公司预计2024年的 他们现在不是主要做乘用车吗 预计2024年商用车的智能驾驶产品 能正式地落地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增长的点 也是基于这个LRGP的一些 辅助价值 是突破LR 这一块 在咱们目前做这个 形形流折线股指的时候 这一块 其实咱们并没有把它放进去 对 对 对这个可以算是咱们公司的 一个潜在投资的 一个增长点吧 对 小猪的单体素质是真好的 对 在高端MCU产品布局上面 技术上面的储备 这个研发上面 有没有什么一些 这个考虑 有 这个点其实 你问的真的非常的好 因为这就涉及到 之后 我本来想跟您分析的 它的当前估值里面 还没有考虑 算是白送的一个 新的增长点 目前在MCU这个行业 所谓的高端 一般指的是32位 乃至64位的芯片 那么对于这一块 本身公司的技术储备 全部是自产自研自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能够不断保证 自己的研发生产能力 再不断地自我迭代 所以这一个是 目前我们在行业里面 看到的 应该是真正的 独一无二的一个特点 谈谈估值吧 这个是我们大概的 一个估值区间 那么从PE倍数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目前的估值区间 是在61.7倍到78.9倍 因为公司目前 2022年的整体的营收 和利润情况已经 因为大部分是现有订单 所以这部分的订单转化和订单的成就 已经基本可以把握了 所以公司也是希望说 能够以一个更新的 一个预期数 来跟市场进行沟通 最后得出来的这个倍数 所以我跟市场对接触还挺多的 然后给我的感觉 其实Y公司并不是一个非常追求出快钱 比如说今天投了 锁定期一到就抛掉的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认为 对于这样的一家公司 它的成长力给它一到两年时间 那么它所给出来的价格上的爆发 可能不是一点六亿的净利润 所能展现出来的十几倍 但当它的净利润能够做到 比如说给它三年时间 做到五倍以上的翻倍 它所展现出来的价格上升空间 会远远比这三个月到 或者六个月锁定期一过 市场的扰动所带来的这个空间更大 你们不觉得高吗 别犹豫 时事求是讲 如果咱们是单纯从交易所这个市场来说 它的确会是比较高 之前跟客户沟通了几轮 我们对客户也做了一个相对比较费劲的 一个预期管理 因为客户一开始的预期底价是160亿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 认为投资者可能相对更容易接受 且对市场而言更合理的一个价格 费了比较大的劲 压到了现在的100到130亿的区间 140亿的估值其实折下来 我们觉得适应率会稍稍偏高一点 但也不到很离谱的状态 希望我们投多少 我们肯定期望是 如果在接受这个价格区间的情况下 这个尽可能多的下我们的订单 Y公司这边乐意 我们是想要把最上面的那个毛的 及时收拾者的身份 可能就给到咱们公司这边 这话说得好 如果能拿下来我们这次发行价格的一半 或者一半以上 然后跟公司做一个深度绑定 我们觉得市公司会非常乐意做到的一件事 好的 各民我们也做一下研究 好吧 是是是 你们也把我们的交流的情况 跟发行人做一些沟通 明白明白 能不能在固质上面在十当将的 行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谢谢 谢谢 感谢您的时间 好的 谢谢 这投资人每天听的都是这些字 对对对 所以你但分有一点错 它就 就蹦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 包括整个社会上 对于投行这个行业的了解 就是外部的观感 都会觉得你们就是靠信息不对称 不停的在那什么 也都是由于这种误会造成的 如果这么节目播出来以后 也能解释一些爱 广赫在这里确实是犯了一点错误 就是你就诚实就好了 就实事求是 这不叫管理可能有点 这不是管理预期 对对对对 他其实是希望报一个高价 你还个价这样 对对对 然后知道你的心理价位在哪 就在这件事情上 他得知道这个策略是无效的 因为你明知道下一个小时 你的小伙伴们就出家了 是 因为然后还有就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像小猪一样去做那个 就真功夫 叫做你花这个钱 买这家公司的 就能未来赚钱的理由是什么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砍价 这才是大问题 你千万不要担心你在和我抢什么的 我们俩是一起面对客户的 是的 我没有觉得抢什么 就是说 怎么跟你说呢 就是说 我不讲话的原因就是因为 好我知道了 但之后就别这样了 我觉得你可能需要重点 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 你能用一句话说完的不用三句话 你平时说话也是 就是说 这是你平时表达的习惯 但是你见客户的时候 可能要那个一下 他想知道什么 你告诉他什么就好 你不用讲你的思维流程 你是怎么得到这个结论 但是不是 他有时候问我一些判断 那肯定要讲为什么出这个判断看好 但是就简要一点 就我会感觉你每个回答太长了 嗯 就是我个人感觉 就是我当时什么感觉呢 我感觉你第一次就是可能有些你不会答 然后你看我没说话你只能硬答 所以我后面才这么讲的 你大概能接到我意思吗 我们本来就是在配合 我就我就有判断嘛 我担心是不是你不想答或者怎样 所以我这样子 你可以拍我一下我就知道了 嗯 我很多时候比如说 我可能想你补充一下的时候是看你 可以啊 我会转过来看一下你 然后你大概就知道我什么意思 嗯 我去睡觉 嗯 都好 都特别好真的 建立暗号 吃饭吧 12点了 然后你们一点不还有一成吗 走吧 吃饭 喝 你要不要喝点咖啡 还好还好小黄今天上午很OK 没什么问题我觉得 江苏一世闪闪发光的你第二季精彩稍后继续 江苏一世闪闪发光的你第二季精彩继续 涨了财富通年轻人都爱用的理财APP 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搜索下载 施医生刚刚见完两位投资人的 接下来在他们见投资人的过程当中 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两组最终谁能获得更高的投资金额 我们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感谢涨了财富通六个合套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登陆腾讯视频和爱奇艺观看节目更多精彩花絮 和翻外内容 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